好了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投降消息 最近很多比赛兴致的综艺节目都非常流行请一线明星来当评委 比如说张子怡 陈奕迅 娜英 张慧妹等等等等 最近就有个节目请到了两位大明星前来坐上评委席 这两位是赵薇和刘燕 大家有请全场天后赵薇 接下来让我们来邀请偶像传奇苏友航 有请双鸟语的刘燕 喂 我今天啊 我是他俩的中国人 比一比之前的张子怡 陈奕迅 郑军 罗大佑 再比一比 娜英 张慧妹 汪峰 于成庆 眼前的这个阵容也是足够的耀眼 此次赵薇 刘燕和苏友鹏首次做上评委席 要点评的是一档已经播出到 第五年的残忆笔评类综艺节目 这不 开机发布会上 主办方就先让他们练了练手 好 道河冲昨时这不太有用戴 不是很明白,他觉得很厉害 让我学一年的话,对我来说 我可能能把调子找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唱得非常好 唱得特别好,特别特别好,真的 其实男人秀可以结束了吗?冠军给的得 好,今天的男人秀我到处去 太棒了,我觉得你前途不可限量 然后我买玉米有打折吗? 听了半天,怎么三位评委光顾着叫好 也不来点专业的评价呢? 难道真的像刘烨所说的是不明觉厉吗?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标准就是 就像你刚刚问的 你从专业上要不要多点点评 我反而觉得我们不从专业上去看这个人 只要看他的精神,只要看他的力量 只要看他人所不能 打动就可以,这样的 把声音放开 但我也是 那这是今宵门的 我就是 我我就是 我就是